如果你和我一样未满18岁,请不要订阅该频道 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爱吃西瓜的剑环师 很高兴来到我们摆明AV女优故事的第75集 本期的主人翁,可以说是拥有着无限能量,把色情发挥到极致 到了40岁,依然是在不断进化的手拟系代表人物,小枣川林子 林子老师出生于1982年,他在2012年的4月份正式AV出道 当时的他已经29岁了,但由于林子老师的美貌出众,以及65公分的模特身材 即便是那些平时只看年轻女孩的观众也会关注他 而林子老师还是L罩杯的主人,要知道L罩杯可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哟 那两颗肉肉的身体炸弹,一定让观众朋友们流连万返吧 当然了,林子老师的魅力在于他超高的演技 而且他的作品,很多都是以剧情片的方式来制作 可是无论故事情节再怎么的有趣 如果是其他的女优过来演的话,大家都会有疑问,能够胜任吗? 但如果是林子老师来做的话,就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了 因为他拥有着带领观众进入暗黑世界的超高演技 而观众所需要做的只是安心的埋头苦干就可以了 出道前,林子老师可不是寂寂无名之辈 他以信华的名义,长期作为赛车女王活动 要知道,赛车女王也是非常竞争激烈的 要在那样的领域长期活跃,努力和实力缺一不可 至于林子老师出道的契机 据说是因为当时交往的男朋友太弱 完全没有办法满足他 于是他就通过熟人联系到了AV事务所 尝试进入暗黑界 而令人意外的是,即便是最初的素人作品 林子老师依然是气场十足,妖艳无比 身上完全没有丝毫素人的感觉 不亏是作为赛车女王活跃了这么长时间 出道的第二年,林子老师立马就开通了推特 最重要的是他很愿意在推特上面分享自己的生活 拍摄时的花絮就不必多说了 就连一些私下的活动也照样频繁地上传 还会认真地回复粉丝们的留言 这样细心地经营 也使得林子老师的粉丝越来越多 作品的销量自然也就上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林子老师出演了相当多的作品,也演绎了各种各样的设定 无论在什么样的场景下 他都能以高超的演技展现作品的内涵 最难能可贵的是,观众们不会感到厌烦 林子老师还会经常挑战一些特色片 没有看过的朋友,很难想象AV和特色合在一起 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 在那些不可能的设定当中被侵犯 又或者在对抗敌人的时候发生意外 而这些都是展现林子老师超高演技的最好途径 其实身为美魔女的林子老师 一出道就大受欢迎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她居然在第二年就解禁了无修正动画 直接加勒比下马 这样的事情通常都是一些过气 又或者隐退了的女优才会做 没想到林子老师和她的外表看起来一样 都是那么的霸气 想下马就下马 真的是不服不行 说到林子老师的初次体验 是在她高中的时候 但对方并不是她的男朋友 而是同班的一位不良少女 介绍给她的一个30岁男人 其实当时林子老师就是想早点破处而已 好在那位男人非常的有经验 给了林子老师很好的体验 据说也因为这样 照就了她之后非常好色的性格 根据林子老师自己透露 她暗黑出道之前的经验人数 就已经超过了100人 我只能说 看来她当赛车女王的时候 业务还挺多的嘛 只是不知道那些人之后 发现林子老师跑去拍AV了 会不会感到吃惊呢 2020年37岁的小早川林子老师 已经在暗黑界打滚了8年了 她的个人作品超过了300部 而合集更是超过了1000部 最重要的是她的潜力巨大 营造出来的妖艳气氛 能够满足不同层面的观众 这些都是光靠年轻漂亮无法做到的 就让我们继续身体力行 支持这位活力无限的美魔女吧 好了 本期的视频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如果你和我一样未满18岁 请不要订阅该频道